在金华城的案子有了最新的进展 时任督发局长黄锦茂 被列为金华城案的被告 画面上面穿着蓝色上衣 戴着口罩的 就是前督发局长黄锦茂 那么他面对媒体的询问说 是听谁的命令刑事 黄锦茂全程不发一语 根据了解当时北市府跟金华城 正在为了楼地板面积一事 来打行政诉讼 不过时任督发局长黄锦茂 却在行政结果出炉的 六天之前拍板送到都委会来审议 由于这个时间非常的敏感 也被外界质疑到底是谁指使的呢 他在今天傍晚也以被告的身份 传唤到北检进行证讯